现如今由于买车的人是越来越多 商家们也在车子上动了不少头脑 虽然选择确实越来越多了 但其中的套路也是层出不穷 如果你是一个什么都不懂 或是略懂皮毛的新手 那你就要小心被吓套了 接下来就让小编来告诉大家 买车时有哪些话不能说 一 买东西一定要货比三家 买车也是一样的 假如你真的还没有去别的车店看过 你也一定不要说 千万不要因为贪图什么大礼包小礼品 就轻易做决定 二 如果你看上一辆车 恰巧又只有一家店卖 千万不要透露这个信息 因为商家很有可能会趁此机会抬高价格 很容易相当受骗 三 买车前你最好能够多去了解一些相关信息 要是你透露了 你根本就不了解车的配置的话 销售人员肯定会坑你 将一些不好的装置推荐给你 四 假如你不太好讲价 千万不要松口退让 对方往往看你其实弱下来之后 就更一口咬住价格不肯降低 如果你透露了你一定会买的信息 那主动权就在对方手上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